游戏王卡图故事之XYC 传闻在同盟格纳库中 骨藏着一批具有合体能力的机械怪兽 他们以字母划分出单独的储存区域 每当有紧急任务需要出动时 便会安排同盟运输车将他们运输至目标地点处 抵达战场的同盟机械 便将全员集结奔赴前线进行战斗 X首领加农 双肩部位装配着两门强力的加农炮 能驱使着同盟机械进行合体和分离 并施展各种攻击 外龙头 能独立翱翔于战场上空 并从头部释放电流对敌军进行空中挡击 即金属履带 全身覆盖着特制的金属外壳 底部的履带使其再任意地形均可实现平稳运气 XYC三台机型可根据战斗需求进行合体提升战力 其中首领加农可与金履履带合体成为战车炮 与龙头合体成为神龙套 而龙头又可与金属履带合体成为战车炮 若将三台机型进行合体便可组成三位一体的XYC神龙头 其中位于顶部的首领加农利用炮火进行压制 龙头位于中间进行火力补充 而金属履带则位于底部协助进行位置 在与暗道化师扎齐共同面对废品战士的战斗时 其也能发动必杀剂 XYC极超加农炮将万物毁灭 V喷气火与W盘射飞翼作为XYC神龙炮的火通不见 二者能融合成为强机火并再次与其进行合体 变成更强大的神龙强机火 其中以喷气火组成主体的头部 首领加农作为身体的上半身 同时双手紧握着由金属履带组合而成的双臂 龙头作为旗下体并组成背后的双臂 弹射飞翼则作为双腿支撑着整个身体 而在此之上神龙强机炮更能与武装龙进行合体 成为武装龙强机炮 随着科技的持续发展与革新 性能更加优越的新一代同盟机械也随之应运而生 它们是在确保行驶性能的同时 强化了输出能力的A2机火 保障强力输出的同时 强化了位移能力的A破坏龙手 保证飞行性能稳定的同时 强化了防御能力的C5C翼龙 同理新一代的同盟机械们 也能通过变形合体组成三位一体的神龙歼灭 而在此之上 其又能与X1系神龙炮进行合体 变成A2G神龙歼灭炮 只可惜以现在的技术 还暂时无法将喷进 与弹射飞翼龙和剑 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亲眼见证最终形态的诞生吧